郭英文在昨天的比賽的14個打數沒有安打 終止了近期連賽場比賽有安打 有達定的紀錄 這球出棒達成了在右外野方向深遠的飛球 右外手追了過去 這是今年第一個人 從強納森手中敲出紅包 這個球被郭英文給掌握住了 過去從來沒有人能夠從強納森手中敲出拳雷打 這個球確實打得非常非常的扎實 我想郭英文也歹助強納森要搶好球速的一個 一個心理 那剛好也投在這個 比較容易擊出拳雷打的一個高度 這次拳雷打幫助了LAMIGO桃園隊 能在二局的下半是首開紀錄 所以我們前面 當然過去的比賽也曾經討論說 強納森在今年球間的 從來沒有被打出拳雷打 這時候在二局的下半 郭英文呢 這凡事都要有第一次的 都要第一顆 是 右外野方向的拳雷打 幫助了LAMIGO的是首開紀錄 先取得領先 這個球 這個球 其實頭的角度也不是那麼的差 不過就是 比較偏向於紅中了 所以也 其實郭英文 我們也知道他很喜歡打地球